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林慈信 欢迎收看空中神学讲座 与神学有约系列 这次讲的主题是 威敏斯特欣然告白 第八章论神人之间的中宝 耶稣基督 我们上一讲 讲到耶稣基督 生在律法之下 成全了律法 灵魂身体都忍受了 极度的苦楚 被钉死了 埋葬了 处在死亡的权势之下 但是没有见朽坏 第三天 他带着那个原来受苦 受死的那个身体 从死里复活了 请注意 是同一位神人二性的 耶稣基督 死 被埋葬 复活 是同一位神人二性的 耶稣基督 带着他的人性 同一个人性 同一个人性 身体灵魂 死 被埋葬 复活 因此 从死里复活的 和 钉在十字架上死的 是同一位 神人二性的 耶稣基督 我们继续 又带着这个身体 升到高天 坐在父上的右边 经文 马可福音 十六章 十九节 主耶稣和他们 说完的话 后来被接到天上 坐在上帝的右边 耶稣基督 坐在父神的右边 为我们代求 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上帝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四节 因为基督并不是 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 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 乃是进了天堂 如今为我们 显在上帝面前 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 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最后到了世界的末了 耶稣基督 神人恶性的耶稣基督 还要再来审判世人和天使的 罗马书十四章九到第十节 因此基督死了 又活了 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 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 因我们都要站在上帝的台前的 死徒行传第十章四十二节 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 他是上帝所立定的 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我们来到第五段 主耶稣凭自己完全的顺服和牺牲 借着永远的灵 一次献上给上帝为祭 就已经完全满足了 父上帝公义的要求 不但付出代价 使父所赐给他的人 得以与上帝和好 也使他们得以承受天国 永远的产业的 我们仔细来看 主耶稣凭自己完全的顺服和牺牲 把自己献上给上帝了 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死 祂的赎罪最重要的一点 是祂的顺服 借着永远的灵 圣灵托着祂充满祂 献上自己给父上帝为祭 这样子呢 主耶稣基督的死 是完全满足父上帝 圣洁的父上帝公义的要求的 耶稣基督的顺服 罗马书第五章十九节 因一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主耶稣基督是凭自己的顺服和牺牲 还有借着永远的灵 把自己献上的 谢不来书第九章十四节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痴献给上帝 祂的血 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刑 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 献上祂自己为祭 祂真的是献上自己死了 谢不来书第九章十六节 凡有一命一珠 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 谢不来书第十章十四节 因为祂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耶稣基督是一次献上 祂自己给上帝的 满足了父上帝的要求 不但付出代价 使父所赐给他的人 得以与上帝和好 还要使他们得到 天国永远的产业等 我们来读经文 但以理九章二十四节 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诚 已经定了七十个期 要止住罪过 除尽罪恶 除尽罪孽 彰显永逸 封住意象和语言 并高至圣者 但以理九章二十六节 过了六十二个期 那受高者 必被剪除 一无所用 必有一王的民 来毁灭这城和圣所 至终 必如洪水 冲没 必有征战 一直到底 荒凉的事 已经定了 格勒西书 一章 十九 到二十节 因为父 喜欢叫一切的丰盛 在他里面居住 既然借着他 在十字架上 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他 叫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 天上的 都与自己 和好了 不但与上帝和好 主耶稣基督 也让我们 承受上帝 的产业 以福所书 第一章 十一节 我们也 在他里面 得了 基业 或者成了基业 这原是 那位 随己意 行作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 所预定的 福所书 第一章 第十四节 这圣灵 是我们 得基业的 凭据 只等到 上帝之名 或者是 上帝的产业 被赎 使他的荣耀 得到称赞 约翰福音 十七章 第二节 耶稣基督 向父上的教会说 正如你曾 赐给他 全并 管理凡有血气的 叫他 就是主耶稣 将永生 赐给你 所赐给他的人 谢伯来书 第九章 十二节 并且不用 山羊和牛犊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 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 赎罪的事 谢伯来书 第九章 第十五节 为此 他做了 新月的中保 既然受死 赎了人在 前月之时 所犯的罪过 便叫蒙兆之人 得着所应许 永远的 产业 第八章 第六段 虽然救赎之功 是到基督成肉身之后 才实际完成 但是救赎的功劳 效果一触 却从创世以来 在历史历代中 借着那些 借着那些应许 预表 祭物 继续地传了给 上帝所拣选的人 他借着这些应许 预表 祭物 显明 他就是那 击破蛇的头的 那一位女人的后裔 是那一位 从创世之初 所设立的 被杀的羔羊 是昨日 今日 直到永远 都不改变的基督 这里要说的是 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救赎大功 这个功劳 效果 就是使人 得救的大能 在他大从肉身 之前 在救约 还有他复活之后 历史历代 同样的 有效的 传给 上帝要赐给他的 选民的 启示录 十三章 第八节 凡住在地上 名字 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在 被杀之羔羊 生命册上的人 都要拜他 耶稣基督 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第七段 基督 按着他的神 人 二性 之行中保的职份 二性 各进其职 但由于基督 为格的一致性 就是说他的为格 是一个为格 所以在圣经中 他人性 所做的事 有时也被归算 到神性上 反之一难 这里说 基督按着他神人 二性 来执行他 做救主 做中保 做弥赛亚的工作 神性 尽神性的职份 人性 仅 仅 人性 的职份 谢不来书第九章 第十四节 何况基督 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 无瑕 无痴 献给上帝 他的血 岂不 更能洗净 你们的心 除去 你们的死刑吗 就是说 耶稣基督 按照他的人性 流了血 死了 彼得前书 第三章 十八节 因为基督也曾 一次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 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 到上帝面前 按照肉体说 他被治死 按照灵性说 他复活了 按照他的肉体 和灵性 他的人性 他死了 他复活了 但是 有的时候 基督在 人性 所做的事情 圣经 归这个 在他的 神性 那边的 约翰福音 第三章 十三节 除了从天 降下 仍旧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生过天 降到地上的人子 仍旧在天 当然这个是指 他的神性 约翰一书 三章 十六节 主为我们 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 何为爱 那主是指上帝 当然是 主耶稣 按照他的人性 为我们舍命 还有一段 是《此如行传》 二十章 保罗 向以夫所的 长老们讲话的时候说 教会是 上帝 用他 上帝的血 买熟的 上帝是没有血的 当然这个是指 耶稣基督 按照他的人性 所流的血 但是《此如宝罗》说 这个是上帝的血 所以耶稣基督 在人性 所做的事 有的时候 也算在他的神性上 这个是圣经 表达的方式 圣经是神的话 我们顺服 接受 救赎了 第八章 第八章 基督 对那些 他所买熟的人 就真实地 而且有效地 将这个救赎 施行 给他们 传递给他们 换言之 实实在在地 救恩 领导了他们 为他们代求 接着圣道 将救恩的奥秘 启示给他们 接着他的灵 有效地 劝勉他们 相信 顺服 接着他的道 和他的灵 掌管他们的心 接着他的全能 全智 胜过他一切的仇敌 所用的方式 与他 那奇妙莫测的旨意 是相合的 我们先来看 基督对那些 他所救赎的人 真真实实地 把这个救赎 传了给他们的 约翰福音 六章 三十七节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 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总不丢弃他 就是我一定会 接到他们 把我的救恩 传给他们的 三十九节 猜我来者的意思就是 他所赐给我的 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 却叫他复活 约翰福音 十章 十五 十六节 正如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样 并且我为羊 神明 耶稣基督是为羊 神明的 为就是真正地 救了他们 我另外有羊 不是在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使他们也要 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为一群 归一个木人了 耶稣基督真正地 救了他们 而且为他们 代求 约翰一书二章 第一跟第二节 约翰说 我小子们啊 我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中宝 就是那义者 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祭 不但是为我们的罪 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那这里说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中宝 这个中宝 也就是宝会师 或者是为我们 带求的 罗马书第八章 三十四节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 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金在上帝的右边 也替我们 祈求 耶稣基督 为他所救的人 代求 而且 借着圣道 借着上帝的话 将救恩的奥秘 光照他们 给他们 这个上帝的话的 启示的 约翰福音 十五章 第十三节 人为朋友 舍命 人的爱心 没有比这个大的 十五节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仆人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分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 是上帝用诸般 智慧 聪明 充充足足 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 知道 知道 他旨意的 奥秘 约翰福音 十七章 第六节 你从世上 赐给我的人 我已将你的名 显明 与他们 他们本是你的 你将他们赐给我 他们也遵守了 你的道 耶稣基督 借着上帝的道 把救恩 光照我们 教导我们 是我们知道 借着他的灵 就是圣灵 有效的 劝勉我们 说服我们 相信 顺服 还要借着他的道 和他的灵 掌管 我们的心的 都是借着圣灵 用神的话 来做成的 约翰福音 十四章 十六节 主耶稣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 与你们 同在 这叫圣灵 罗马书 第八章 第九节 如果上帝的灵 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罗马书八章十四节 因为凡被上帝的灵 引导的 都是上帝的儿子 约翰十七章 十七节 主耶稣求父说 求你用真理 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最后 主耶稣 借着他的大能和智慧 胜过我们一些的仇敌 用的方式都与上帝奇妙的旨意 此相符合的 经文有诗篇 110篇 第一节 耶和华对我主说 就是父神对圣子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做你的脚洞 耶稣有胜过一切的仇敌的 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因为基督必要做王 等上帝把一切仇敌 都放在他的脚下 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 就是死 哥勒西书二章十五节 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路来 明显给众人看 就仗着十字架夸顺 所以在第六段和第八段 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 他道成肉身 他的顺服 他的一生 他的死 复活升天 所成就的功效 是施给 旧约新约 所有上帝所拣选 也就是所有 真的相信他的人 耶稣基督 还透过他的聪圣灵 用他的话 真正的 实在的救了这些人 让他们有信心 相信顺服 掌管他们的心 胜过他们的仇敌 也就是耶稣基督 爱我们到底 救我们 到底 这里 讲到第八章 第八段 讲到耶稣基督救恩 就暂时的停了 一下到第十章 就继续讲究竟圣灵是怎么样 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施行给这些上帝 拣选要救赎的人 因为第九章 很有意思的 是讲到人的自由意志 那我们下期见 看不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